舞者身穿红衫头戴面具 肢体随着鼓声节奏摆档 时而柔软时而刚毅 他是旅美舞者刘毅玲 受邀返台参与台北艺术节的 纽扣全英纽扣计划 刘毅玲他是美国后现代的舞团 Beauty Jones这个舞团回来的 他带了一个美国的演员 跟他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他为了要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 让他剃光头 然后他不断地想要让自己可以更好 然后突破自己的以往的一些想法 那这支舞呢 我觉得对他来讲 其实是很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剪 那他在这个剪里面也许孵化够久了 那希望有一天就是把这个剪给剪开 然后自己可以从里面走出来 由编舞家何小梅发动的纽扣计划 邀请旅外舞者返台演出 今年更扩大了纽扣的概念 邀请舞者跟他们的艺术家友人一起合作 在大安森林公园带来风格不同的舞蹈饗宴 应该让这些流浪在外的舞者 有机会可以回来台湾 然后把他们的美妙的舞姿 或者是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分享 纽扣成于纽扣的意思就是说 纽扣带一个纽扣回来 何不就让他们带一个他们在国外工作的伙伴 或者是曾经合作过的艺术家 让他们可以把他们在国外撞击的火花 带回来台湾 然后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2015台北艺术节以人的存在状态为主题 来自国内外11档节目轮番向镇演出 也透过跨国共治 让台湾剧场跟世界接轨 那我基本上认为艺术节最重要的功能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交朋友的平台 就是艺术家跟艺术家交朋友 然后艺术家跟观众交朋友 观众跟观众交朋友 所以这是一个交朋友的活动 睽違台湾舞台七年的旅美编舞家林相秀 带着近年累积的五支五座 集结成心之所向重返台湾 这次的作品叫做心之所向 就是Hungry Heart 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饥渴的心 那不管是在任何的层面 在舞蹈的层面 艺术的层面 文化的层面 或者是你存在的层面 舞座碎玻璃的创意发响 从美国年轻人反战反恐的街头运动而来 似乎很符合台湾社会的氛围 林相秀还特地在台湾 征选八个素人舞者 条件很特别就是要曾上过街头抗议 因为这个舞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力量 一个心声 一个想要表达 一个街头运动的力量 八月的夏天 台北艺术节要用11种不同的表演形式 带领观众感受人的存在状态